纺织综合所与康利德生计 合捐了6000片的科砖全钙藻酸盐夫材 紧急救助八仙烧烫病患 此批夫材的特色及捐赠的意义为何 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们公司的藻酸盐 其实这个技术know how是从纺织所拿到的 它是全钙的藻酸盐 那含那钙的量多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钙是12个止血因子之一 所以当在造成这个皮肤组织上面 局部的钙离子的量多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帮助止血 就第一个 第二个钙离子在伤口上 跟我们的组织液 做钙跟钠的两个交换 离子交换的时候 那个它就会很快地把它变成 像胶状凝胶状的东西 覆盖在你的伤口上面 那覆盖在伤口上就可以保湿 可以加速伤口的愈合 又可以怎么样 又可以减少疤痕的出现 第三个是 当它就在做钙离子交换的时候 它可以降低酸碱度 变成微弱碱性 那么这个弱碱性 有异菌的效果 那我们自己实际的观察是说 使用我们的产品 用在伤口上的话 大概两个礼拜之内 它原来的那个 那个那个膿嘛 那些parts 就会逐渐地消失 另外还有一个 是所有的生物级的这个物质 弄在伤口上的 都有的共同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 两个目的 一个是快速的 等于在你的伤口上聚集 然后快速的分泌 胶原蛋白 藻酸盐的浮料盖在上面 所以它不只是从旁边 这样上中间长 更重要它也可以从肉芽里面 这样长出来 所以是三度空间的生长 当然这个愈合的速度 就会快很多 因为通常 它们一般的肤料 会掺杂别的纤维 而那些纤维 会造成伤口过度的湿润 却没有异菌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 这个康利德藻酸盐 最大的好处 而这个基本上都是 我们跟纺绿所合作 所得到的技术 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了 这次危难的事情发生了 那么我们看到这么多 可贵的生命 这么有活力的生命 都受到了影响 那么我们在科技专案 研发的过程 其实很重要就是 将我们的好的技术 以及我们能够用 比较好的材料 能够让我们的产业界 自己生产起来 让它真正的能够应用出来 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那么这次我们很有幸 能够跟康利德公司 一起合作 将它也通过了 GMP的认证以后 这个夫材 我们及时的捐了 六千片出来 科技专案的成果 能够善尽我们社会的责任 我们看到这么美丽的生命 他们受到了危害的时候 我们真是很心痛 我们也希望 大家有情出钱 有力出力